国际智慧城市即将进入最后评比阶段 今年光是台湾就有两个城市进入前七强 其中新竹新政府最近抢先曝光一支 由志工与零经费打造的影片 内容展现出新竹现在智慧城市方面的奥人成果 他是以新竹的母亲和拖拳机作为一个 主要的一个主轴 然后呢再配上我们这个王云浩老师 他也是新竹人 现在在主动教书 他对于我们新竹旧外土地 也有强烈的乡土之情 所以呢对于这个行销方面 他也认为应该做应该站出来 刚刚看完他的MV 国际版的MV 介绍了新竹城市的行销 我相信这一点内容非常丰富 就代表了我们新竹之美 也代表了新竹之快乐 所以我相信新竹先生的团队 在我们所有的市政的方向 能够整合被肯定变成智慧城市 片中以新竹地区的母亲和投闲细微开头 随着溪流展现出整个新竹县的美景与智慧 其中更邀请到今年24岁的在地国小老师 王恩浩担任主角 藉由他让大家看见新竹的美好 我觉得新竹县是一个有人文 然后有科技 然后有人情的城市 这就是为什么我大学四年毕业之后 我没有继续留在台北 然后反而回到新竹县我的家乡工作 从科技这个层面里面 完全的从这一个革命 然后又复兴到整个 包括了整个人的生活 人的教育 还有文化这个地方做复兴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故事 背景 新竹县用这支影片 展现出在地人文美景 结合许多智能城市 让大家知道新竹很美 而且更聪明 且望博得评审青睐 在国际智慧城市获得佳击 凯博新竹陈若宜红采访报导